才剛走到客廳 就發現了他們家 很多都是關於漏財的問題 接下來 謝老師就要教大家一個 很簡單的補財法 我其實要講到財 對 其實那個財位 基本上有時候我們提到 這個所謂的名財位 它可能要聚財是對稱的 所以我會在這個地方 用這樣遮住 那邊用那樣遮 可是這個只是小的 只是阻擋而已 但真的要讓它旺的時候 我可能會建議觀眾朋友 一般來說可以準備一個紅包袋 這個現在要做的 就是一個補財法囉 太棒了 補財運 最近有在漏財 想要補財 想要多賺一點 多存一點 這個方法一定要記下來 是 一般來說 這個紅包袋最好最好是什麼呢 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過年的時候 長輩如果給我的紅包 那紅包袋我就留下來 因為這是人家給我們的 所以代表 我公公婆婆上面都會寫字 可以用嗎 其實一般是既然沒有字的 那就拿就是沒有寫字的 沒有寫字的 沒有圖案的 剛剛靜靜的 然後最好是長輩給你的紅包袋 對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像人家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喜宴的時候 可能有些紅包袋 那我們當然講 新娘手摸過的 或是新郎手摸過的 這個都是屬於人家給他們 可能屬於賜福啦 或者是祝福啦 這樣的一個這個紅包袋 好的福氣啦 那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從中間剪開之後呢 打開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四方形 那它變成四方形 你把這邊修掉之後 它就標準四方形之後 你準備十二個銅板 當然不管你是十塊五塊 或是五十塊都沒關係 你放上去的時候 把它在這張紅紙的中間擺放 那麼記得喔 觀眾朋友記得喔 上面有時候呢 它有可能出現像人頭的這個圖像 那你把人頭的圖像 朝這個圓圈的中間方 那這個時候 就好象徵這個十二個銅板 都朝中央的一個位置 那在中國古代頭是這樣 我們人有十二個生肖 那一年有沒有 有十二個這個月份 一天有十二個時程 象徵年年月月日日時時 錢財都聚集在我家的倉庫 好 所以就貼好 整個頭像內之後 這個要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的這個財位上 那當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會 比如說有些水晶洞的時候 我放在財位的這個角落以外 我也可以把晶洞放在上方 所以你剛好排著十二個 就一個圓圈這樣子 那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放在床頭 我們床頭的時候 不是唐燕營會有床頭櫃嗎 是 你也可以放在床頭櫃的秋梯裡頭 也象徵這個聚財的像 這裡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補財小祕法 首先準備一個乾淨的紅包袋 然後把它剪開來變成正方形 之後再準備十二枚銅板 放在這中間的位置 人頭方向朝內 最後再把它放置在財位上 這樣就能夠有效提升財運囉